有一天,王思聪突然对员工说,给你们150秒,购物车随便加,我通通买单。 员工大喜,打开淘宝,疯狂往购物车里加东西。 随即,王思聪大手一挥兑现了承诺。 王思聪作为中国最为知名的富二代,其跳脱的性格非常的张扬, 可以说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特别是在交女朋友上面。 据不完全统计,他光女友就换了20多个,当然他也是出手扩扩,送包,送豪车给他们。 而这些女孩子的最终目的还是想要嫁到王家。 王思聪对待女友出手非常的大方,即使分手了,也会有分手补偿。 他送给女朋友最贵的礼物,要数送给雪莉的保时捷918了,价值1700多万。 而且跟雪莉在一起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雪莉本来是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自己学的是经济专业, 就和同学一起创业,开了一家女装淘宝店。 自己面容交好,就自己做模特,凭借清明的价格。 时尚的风格,再加上当时正式做电商的风口,淘宝店铺生意火爆, 自己也赚了不少的钱,实现了自己的经济独立。 到了2015年的时候,雪莉被曝光与王思聪交往,王思聪发了一条朋友圈, 说自己没衣服穿了。 雪莉看到后立马送了一件价值80万的衣服给她, 这让王思聪很是感动。 平时都是自己送衣服给女朋友, 还是第一次受到女生送这么贵的东西给自己。 王思聪觉得不能亏戴了雪莉, 就送了一辆价值1700多万的保时捷918给她。 王思聪曾公开说过自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她和雪莉也在2016年的时候分手了。 不过雪莉和王思聪相处这一年多的时间, 可以说认识了不少人,也增长了不少的见识, 加入了一些自己以前进不到的圈子里。 所以她很感谢王思聪, 遵守之后也发文感谢王思聪。 可以说在王思聪的加持之下, 让雪莉有了更大的名气, 对于其淘宝店铺也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她产品的风格和品质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其实王思聪自己也很清楚那些女孩子是抱着什么样的原因和自己在一起。 不过如今王思聪也30岁了, 王健林也60多岁了。 不知道在王健林的安排之下, 王思聪是会自己交女朋友娶进王家呢? 还是在王健林的安排之下娶一个门当户队的老婆呢? 这都是未可知的事情。